妈妈 我不想上学了 当这句话从高一的女儿嘴里说出 我整个人都懵了 想起以前最近女儿的表现 在课堂忍不住哭泣 常说睡不着觉 闹着要转学 我猜测这些可能不是学习压力的原因 而是女儿的心理出了问题 我马上带着女儿去市集心理医院 做了心理测试 结果显示中度焦虑抑郁症 那一刻我和丈夫相对无言 我们的女儿 从小都非常优秀 德国市集三好学生 全国语文精彩奖 我们一直满怀希望 觉得他能考上终点大学 竟然如今才发现他得了抑郁症 不得不休学 如此落差 任哪个家长都无法接受 这到底是怎么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夫妻俩开始焦虑痛苦 互相指责抱怨 然后带着女儿到处咨询看病 一路走来 终于找到了女儿抑郁的原因 长期的打压是教育 被一直否定打压的孩子 生命力会越来越弱 育儿博主为他二胎爸爸 史蒂夫曾经分享 被一直否定打压的孩子 有一下五个特点 深深的自卑感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想起父母的那具魔忠 感到恐惧 害怕做错事 不自信 小时候父母打压他们 长大了他们会打压自己 一生都在渴望着父母的肯定 感受不到爱 这样的结果 孩子要么产生叛逆心 变成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要么将自己封闭起来 变得孤僻 不愿与外界接触 小学时 女儿是班干部 人缘好 德国是级三好学生 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孩子 即便这样 我们还是妄女成凤 总会拿她和班里更优秀的孩子比 常在孩子面前说 某某又得了市级奖 你还得向人家学习 女儿考试98分 我们第一时间不是肯定和赞美 而是询问班里还有多少99分和100分 女儿读初中时参加市级文艺竞赛 得了二等奖 我们竟然说 太可惜了 如果是一等奖 就是艺术特长生 中考上终点中学 也会更容易一点 女儿中考最终一 一分之差 未能考上市级重点高中 我们一直耿耿于怀 总会责备她 叫你补数学你就是不听 现在可好 为了这一分 爸妈要花多少冤枉钱 其实一切早有端倪 小学时的女儿还挺优秀 但自从上初中后 她的成绩有点下滑 并且出现了一些状况 女儿会因素式扣分问题和诉管阿姨吵架 晚上经常会失眠 还背着我们偷偷带手机去学校 当时的我们只将一切问题归因于青春期孩子的叛逆 并未往深处思考 但是从高中开始 女儿状况百出 开学第一周军训时 哭着说不喜欢这所学校 一个多月后 她又闹着要转学 半学期后的一天 班主任突然打了电话 说让我去学校接女儿回家 原来女儿在老师课堂上莫名哭泣 任老师怎么劝说也无用 已经影响到别的同学正常上课 女儿在学校的状态越来越差 后来不得不走读 高一的寒假 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这时我这才意识到 孩子可能是心理上出现了问题 当我求助心理咨询师 咨询师说道 孩子不去上学 表面的原因 好像是无法接受这所交叉的高中 其实内在的原因 是无法接受变差的自己 当时听了这话 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朋友的一段话却点醒了我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你们对孩子期待值太高 总是否定和打压孩子 导致孩子接纳外界的能力越来越差 回想起女儿的成长过程 因为我们的否定和打压 让女儿渐渐失去了价值感 失去了学习的欲望和动力 更糟糕的是 女儿从原生家庭习得了这种模式 当自己所读的高中不够优秀时 内心根本无法接受 因为无法接受 女儿出现了一系列行为 上课哭泣 闹转学 后来干脆选择封闭自己 不去学校 明白了这点后 我们才知道 过去否定打压的错误养育模式 给孩子带去了多大的灾难 我们的孩子 如同一棵才出土的小树苗 当他用尽全力在向上生长时 我们却不停地问你怎么这么慢 你的叶子怎么这么小 你长得不如旁边的树后 在这种语言和生活环境里 日复一日 小树苗见失去了向上生长的欲望和动力 生命力也变得越来越弱 你的每一句贬低都是对孩子的诅咒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朋友和他的太太有个儿子 儿子从小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麻烦和困扰 读完高中后 儿子离家出走 已有三年不和父母联系 朋友为此非常难过 找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 聊了差不多一下午 把心中对儿子的不满和苦楚 统统倾泻出来 几个小时后 咨询师看着朋友说道 请原谅我接下来的话 可能让你不舒服 但我必须说真话 您的儿子其实是被你逼走的朋友听后非常诧异 他不满地对咨询师说道 你说是我逼走我的孩子 这怎么可能 咨询师深叹了口气说道 刚才我听到你所说的话里 全都是儿子的不是 没有对孩子的一句肯定和认可听罢咨询师的话 朋友深深的埋下了头 是的 从他出生起 我从来都不曾说过他一句好话 接下来的日子 咨询师让朋友和太太做出改变 每天想到儿子 就联想儿子曾经带给他们的快乐和好处 一句话也好 一件事也行 并用本子记下来 这期间不能说儿子不好 并且要发自内心嘱咐孩子 夫妻俩照着咨询师的建议做了两个月后 直到有一天 朋友的电话响了 电话那头 正是他们日思夜响的儿子 当朋友已接耐和肯定的态度面对儿子 父子俩在电话里 有了有史以来最愉快的一次对话 并且很快的与儿子见了面 最终 在咨询师的帮助下 朋友不再对儿子否定和打压 当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后 儿子渐渐回归了家庭 后来考取重点大学 成了行业优秀人士 我们的孩子 如果被持续否定和打压 就会产生心理阴影 长期保留着内心创伤 正面管教的作者德雷克斯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 是一个没有受到肯定的孩子 受到肯定越多的孩子 行为和性格都会越来越好弄明白 女儿偏差行为的成因后 我们夫妻在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的朋友的帮助下 分别写信给女儿 向她诚恳的道歉 信中详细叙述了她成长过程中那些带给我们快乐的点点滴滴 列出了她身上的许多优点 我清晰的记得在收到我们夫妻俩信的那天 女儿泪流满面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 哭也是一种疗愈 也许在那一刻 女儿曾经所受的委屈也找到了出口吧 接下来休学在家的日子 我们摒弃刚开始的担心焦虑 学会了接纳 与女儿漫长的人生相比 高考虽然重要 但缓缓也没关系 平日我们会做些孩子爱吃的菜品 为她准备好水果和牛奶 鼓励她周末和同学晚 去舞蹈室练习跳舞等等 女儿从刚开始的房门紧闭 到后来可以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 最后愿意陪我们回老家一起过年 状态一天天地好起来 一年后的一天 女儿和我提出 妈妈我想回学校读书了 我还要考大学 那一刻 我和老公高兴地相拥而泣 还好 我们这对有文化没智慧的父母 知道悬崖了吗 没有因为自己无知的教育耽误了孩子的一生 后来通过不断学习家庭教育 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 女儿成长路上我们所犯的错误 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问题摆出 请相信一定是我们的教育方式错了 因为无论是哪种教育方式 只有当孩子从父母这里感受到肯定 爱与尊重时 他的内心才会生发出底层的力量 才有勇气迎难而行 孩子越变越好 从父母懂得捧场开始 很多父母感叹 对一个孩子的教育犹如一次次的闯关游戏 穿越一个又一个关卡 每一关都是那么不容易 而当我们成长为智慧型父母 就能托取孩子 成为孩子人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以下几点是我踩过坑后的体会 希望对大家有用 一 了解孩子的特质 学会正确期待 每个孩子都是唯一 都有自己的特性 做父母的 首先要清楚自己孩子的特质 一条鱼永远学不会飞 一只鸟永远也学不会游泳 同样 我们的孩子 有的永远成不了歌唱家 有的永远成不了运动冠军 父母只有清楚地知道孩子的特质后 才会放下许多不切实际的期待 没有过多的期待 孩子才能轻松前行 用力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二 让教育慢下来 慢有时就是快 孩子之所以被否定和打压 很多时候是因为父母太着急 想快速拿到教育成果 每个父母都听过拔苗助长的故事 但并不是每个父母都真正能做到 看过太多的孩子 没有周末 没有节假日 周旋于兴趣班和铁海中 不堪重负 李梅锦教授曾经建议 不要给孩子抱太多的兴趣班 有两个就行了 一动一镜相结合 只有父母学会慢下来 孩子才会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寻则王志曾有言 春耕 夏云 秋寿 冬藏 似着不识时 故无骨不绝养育孩子的过程 又何尝不是如此 唯有保持耐心和爱心 才能静等花开 三 不拿孩子比较 允许孩子做自己 父母对孩子的否定与打压 很多时候来源于外在的比较 别人都考一百分 你总不可以 人家都已经认识几百个字了 你怎么一个也不认识 同样的老师和课堂 你怎么成绩就这么差 过去的我们 也总喜欢拿女儿与更优秀的人比较 总希望他更好 因为这种错误的做法导致我们的孩子找不到价值感 感受不到肯定认可 以至出现一系列偏差行为 所以建议家长这样和孩子说 即使你不够好 爸爸妈妈也爱你 不为别的 只因你是我们的孩子 有目标是好的 没达成难过也是正常的 但更重要的是 在这过程中我们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 这就足够了 当我们经常和孩子灌输包容的理念 孩子也会越来越接纳别人和自己 女儿身上走过的弯路 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 作为父母 我们只有放弃否定和打压孩子 孩子内心才能生发出向上的力量 每个孩子的成长 如同攀登生命的一季季台阶 当我们的孩子落后或摔倒时 我们不必催促 不必比较 只需在一旁为他加油鼓劲 在他摔倒时替他擦干眼泪 养好伤口 然后鼓励他再一次前行 请相信 每个孩子身上都有太阳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引领他们如何发光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